因為物價上漲超過了預期 美國聯準會宣布 從十一月中旬開始 本階段逐步縮小 政府公債規模 這代表後疫情時代需求強勁恢復 所以股市大漲效應 是從美國一路擴散 到了日本等地 但外媒就分析了 認為帶動物價的因素 比預期更強更久 所以通貨膨脹出現了長期化的隱憂 為了刺激疫情 衝擊下了經濟 美國政府透過聯邦準備理事會的公開市場操作 每個月增額購買一千兩百億美元的政府公債 從資金面帶動市場需求 但由各項指標看來 就業市場頻頻傳出缺工 導致僱用成本上升 供應鏈的問題 也引發供不應求的亂象 造成物價膨脹超過財經官員的預期 在過去兩天的會議後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當地時間三號宣布 要開始逐步縮減 針對疫情的貨幣政策規模 也就是說政府透過公開市場操作 釋放到市場的資金 每個月會減少一百五十億美元 這一波針對疫情的振興措施 預計明年中會結束 儘管資金面的消息表面上對股市不利 但背後的訊息顯示 疫情趨緩後經濟反彈強勁 因此不僅美國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也隔海帶動四號的亞洲股市 例如日本加上大選後政局恢復安定 指標企業表現不錯 東京股市也跟著大漲 至於進一步收緊銀根的措施 目前主要國家只有英國準備 在年底前調升利率 歐洲央行則可能在明年跟進 金融時報指出 聯準會認為造成物價上漲的原因 不只是資金面的問題 商品供應鏈混亂缺工 都是重要的原因 而這些因素的強度和延續時間 超過聯準會的預期 美方擔憂通貨膨脹可能長期化 因此聯準會暫時不考慮生息 公視新聞許家人編疑